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一个精妙绝伦的好上连 想要求得与之相称的下连 实属难得 所以往往会深受后世人的追捧 唐伯虎 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平常也是对对子的一把好手 这个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中也多次见识 而这位大才子 对于自己所出的上连也颇为自信 他曾放言道 这对连上连 恐怕只有天才能对得出历史 也真如他所预料的 往后的两百年间 终无一人能对得出他的下连 展开全文也许在人们的印象中 唐伯虎他更应该是如电影中那样才高八斗 风度翩翩 妻妾成群 而不该是历史上那位殷科产物必然而功名受挫 又遭加难 精力坎坷 一生跌宕折的落魄书生 唐伯虎祖籍苏州 家门虽算不上是书香门第 但他自幼在父母的熏陶下 家之千生聪慧 唐伯虎便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才子 按理说 这样的才子长大后 走上仕途做官 应该是一路通达的 但事实与愿违 当唐伯虎上京赶考时 却被惨被人出卖 被诬告行贿考官 拖入行堂棍打 押入大佬等几经波折逃出生天 宝尝人间冷暖的唐伯虎性情大变 变得浪荡不羁 开始流连于风月场所的寅风弄月 和游戏于名山大川 这世间 好似再无什么可以让他牵挂心头了 那一年 有位无名僧人 得知唐伯虎才华行义 便想考 考他 于是拿出自己心作的话 对唐伯虎说 唐施主 这是我新画的一幅荷花 望先生提字 唐伯虎见僧人和矮面容 丝毫不忌讳自己的幻名声 不由的心里亲近了几分 提笔思索片刻 便笔走游笼 写下了一个上帘 画上荷花 和尚画唐伯虎 写完把笔一丢 哈哈大笑 我这上帘 如果一百年内有人能对出 那一定是天才的了 僧人一听 虽然心中有些不相信 但还是点头赞叹不已 唐伯虎这上帘精妙 在于他是个悔文连 僧人虽艳见得到了唐伯虎的笔墨 但苦于才学书签 只得每次碰到名人前来庙里 便会拿出上帘 希望终有一天能有人对出下帘 但终究是诗与愿违 直到僧人元祭那日 那可能对出下帘的人还没有出现 老僧人走后 小和尚接力 接着 寻着盼着哪位旗台大家能来对出下帘 这一等便是二百余年 二百年 时间九到寺庙里的人都快忘记了这件 事情 一直到清朝的才子李调园 恰巧多语来到寺庙 听到僧人们讲到此事 心下好奇 问道 竟有这种事 让我来瞧一瞧 等僧人拿出那幅画打开 李调园不由地大声赞叹说 难怪那时唐伯虎敢如此大放缺词 这上帘果然精妙 不过今天碰到了我 这天才的名头从此就归我了 李调园随即提笔 在唐伯虎的上帘后面 慢慢写下写下 书灵汉帖汉林书 上下连对仗工整 意境相衬 松人们无不拍手叫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调园随即提笔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调园随即提笔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调园随即提笔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